大家好,我是Spector,歡迎來到星際公文 為大家介紹的這艘船就是傳說之中的Mercury Star Runner 簡稱MSR 這艘船是什麼船呢? 很多玩家都認為這艘船是一艘中型的貨船 或者可以說是一艘類似封鎖線的一艘船 因為它是一艘,可以運載到一定數量的貨物的船 114個SU的貨物單位的貨船 加上它尤其是在大氣層裏面的操作 相對於其他大型船來說,這艘船操作起來都算不錯 尤其是如果你不想運輸 你可以用這艘船去做一些採礦車去滑礦車 去做一些在地表上滑礦的船 亦都可以的,是比較方便的船 而且都很容易操作 操作這艘船都比較容易的 所以很多玩家來說,這艘船是一艘不錯的貨船 但是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 或者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艘船跟我之前介紹的船 Drake Harrod 一樣 都是數據運輸船 這艘船是很有名的 但Harrod 基本上是密密無明的 原因很簡單,稍後會再看看 OK,首先在頭上 這是駕駛艙 你會看到兩邊是不對稱的 這是其中一個設計的類似特點 故意不太對稱,比較特別的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就隨便吧 總之不是一個波子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是一個波子的船 我接受不了 OK,這裡就是一個炮塔 這個炮塔 可以安裝兩支尺寸三尺的雷射機槍 這兩支武器就是機師唯一可以控制的武器 基本上外面就沒有什麼好看 因為很多東西都在裡面發生 很多特別的東西都在裡面 說回後面 其實這個設計就像是熟世版的 就是大力士運輸船的 C2的大力士運輸船 但是這個 就沒有一個電梯可以直接上到樓上的 這個就是唯一一個出入口 這個閘 變相什麼呢 你如果這艘船遭受到攻擊的話 那就自求多幅了 多數都是走不及的 尤其是3.15 對,更加是這樣的 所以自求多幅了 如果真的受到攻擊的話 不過其實這艘船上有很多方法 可以躲避到攻擊 但是只不過沒有那麼好 基本上沒有好看的外面 右邊有少許不同 左邊有少許不同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分別 OK,進來這裡 進去這些 那些Cresader 即十字軍的船 其實你充分體驗不到 什麼叫有耐性 為什麼呢 如果是普通的船 你只敢按一閘 就會降下來 但是十字軍工業的船 你要按一個很小的按鈕 它才肯下降下來 如果不是你不會降下來 所以你急著去廁所等 這些很危急的情況下 你還要考慮怎樣按按鈕 這件事 這個閘子其實也挺不錯的 因為比你更容易駕駛車上來 這個空位就是給你放114個SU貨物 如果你不喜歡放貨物 你可以放一些滑礦車 可以等到四架左右 其實也算不錯 所以滑架也挺喜歡這艘船 第二件事 就是你可以選擇關燈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船 在星仔公民的船裡 你要進入駕駛倉 開了引擎之後 它才會有燈 不然你會在某某某地方 不斷前進去駕駛倉 然後才打開燈 但是十字軍工業的船 是不需要的 你一天到來 即使未開引擎都好 你可以按著它 那你有光一點的環境 可以看到周圍的環境 很好的 還有 看看這些門 其實很多門在星仔公民的船裡 都是按Sensor的 可以這樣打開就算 不是 可能要自己開 但是 十字軍工業的船 可以選擇 Sensor On 或者Off 它可能固定了 就不開著 長期的 或者可以鎖住門 對 可能不讓其他人進來 對 如果有些外內不明人士進來 有些船 你可以鎖住門 不讓他進去某個區 也不一定 OK 這些地方 就是讓你在船裡 進行維修 也不錯 因為其實 如果在說 維修的話 你至少不需要在外太空浮來浮去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那說回來 這裡 這裡 原本是關卡住的 這裡是沒有換的 對嗎? 不能按到任何東西 但是 如果按開這裡 按開的話 你就會進入一個 更加神秘的地方 就是一個 秘密的通道 對 這個秘密通道 可以讓你運載一些貨物 但是外面的人 是掃描不到的 即是掃描你收損的時候 掃描不到的 所以變相 就是 如果你是 就是在找一些 非法物品 比如說 毒品那些 那些 但在這裡 即使是NPC的警察 去找你也好 都收不出任何東西 除非是直接燈水 這個位置 其實有 這些 隧道可以連接到不同的位置 算的位置 對 其實也挺方便的 對 還有很多位置 可以讓你放到其他東西 算不錯 OK 對了 我把整個隧道都掃描給你們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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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進去船艙裡的話 你就要經過這個電動樓梯了 但是這個電梯其實可有可無 因為其實不是很高 所以你可以爬上來 不過不知道他想設計一些東西 所以就 設計了這個電梯 這樣 那麼 去到這個server room那裡 這個資料室 類似 這個數據庫應該叫做 對 這個數據庫 就是暫時來說 因為 這個 數據全運輸的任務 是沒有的 對 暫時來說是沒有用的 對 變相就浪費了 對 這裡有個掃描室 這個掃描室 讓你額外有張椅子 可以讓你上載或下載一些數據 但是 正如我所說 數據運輸的任務 暫時來說 是沒有用的 沒有這個任務 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 這張椅子 定多 只不過是讓你一個朋友 坐在這裡 額外有張椅子可以坐 OK 之後來到這裡 這裡不是被剪頭發用的 雖然這些椅子很遲 這些椅子是讓你進去炮塔 這就是上方的炮塔 炮塔有1尺寸3的雷石機槍 這就是下方炮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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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除了正後方之外 這艘船可以掩護到你 在同方面的角度 上下也可以掩護到的 所以 設計上比較好 這個設計上 現在到南橋 到南橋之前 在控制室之前 有兩個地方可以去的 一個就是habitation 就是你睡覺的地方 開了之後 和C2 Hercules 即是大力士運輸船的設計差不多 這個有三張床 可以讓你去 下鍵或者下鍋 兩張 兩個電腦 用不到 但是呢 額外兩張椅子 你可以叫兩個朋友坐在這裡 可以做到可以的 在對面的就是一個 餐廳 類似一些酒吧 你可以吃東西喝東西的 提示 幫助你在未來 在聖仔公民裡 留在伺服器裡 比較久 OK 那麼 你有些帳棋去玩 如果 我記得 就開始以其中一個棋 放在這個杯墊裡 那整張桌子就會移開了 那你就可以進去 隧道裡面 對了 其中一個隧道出口就是在這裡 OK 你有些槍架在這裡 你可以放些武器在這裡 那去南橋這裡 OK 也有些額外的槍架在這裡 那這就是副架仔的座位 其實這個駕駛艙 設計上來說也算不錯 對 視野也不錯 不過很可惜 這個不是一艘戰鬥船 所以 純粹是有個很好的視野感 這個副架駛可以幫助駕駛 可以處理能量輸出或發射飛彈 也可以 OK 到了正駕駛 在這裡 你會看到正如副架駛的位置一樣 你也是有很好的視野 周圍都 你有兩支可以自己控制的機槍 對 尺寸三的機槍 火力上是比較弱的 如果有飛彈的話是有的 你也有六支飛彈 就省著洗 這艘船主要來說也是 火力上來說 相比起其他大型船 是會弱一點的 但是這艘船是運輸船 類似是數據運輸船 所以基本上不是戰鬥用 所以這些武器都是為了防禦用 加上它有比較快速度 所以基本上都容易敗脫對方的攔截 OK 首先說回為什麼這艘船這麼有名 雖然跟Drake Herrick一樣 都是數據運輸船 但是這艘船是一艘大船 即使這個數據運輸 這個遊戲的開發未完成 你還未可以進行到 數據運輸這些任務 但是你除了運輸數據之外 其實這艘船都有相對來說 理想的載貨量 以及操作性都蠻好的 作為一艘大船 但是操作起來 跟一艘中型船差不多 令到它更加適合 進行地面的滑礦 塞著滑礦 周圍飛 會很理想 也算是理想 OK 所以在很多玩家來說 這個MSR 都是比較出名的船 那你說 在遊戲裏面 值多少錢呢 在遊戲裏面 如果你說遊戲币值的話 它價值是490多萬 在遊戲裏面 是遊戲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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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好不好 會有些貴 的確是 還有 也要看你自己喜歡玩什麼 因為如果你說 你要玩一個 例如說 要做運輸的 做貿易的 那這艘船未必是你的 因為差不多的價位 你可以買到 C2 大力士的運輸船 那個可以裝到 696 好像是 696 就是貨物單位 相比起這個 124 多很多 你說 你不喜歡大力士運輸船 有個便宜點價位 無無從 460多萬 那我可以裝到 570多個 就是貨物單位 那都比這艘船好很多 是的 那所以如果你做運輸的話 那就要3C了 那 但是你說 你想 運著滑框車到處飛 那這艘船當然啦 不錯的 尤其是你有幾個朋友 一起的話更加理想 因為你可以裝多幾架 那你就不需要 就是 怎麼說呢 你不需要那麼悶 我叫做 你起碼有朋友陪著你 你可以裝著他們那些 滑框車到處飛 是的 一起滑框 是的 那都叫做理想的 OK 你說 這艘船 即使現在來說 是的 沒有任何Gameplay的話 沒有數據運輸的任務的話 那 其實 會不會說不好啊 這樣 不會的 因為CIG 它怎麼都會 設計 這個 數據運輸的 一個 遊戲玩法給你們的 是的 所以 這個是未來的事 那麼多久呢 不知道 那 當然 如果你說 這艘船 你很喜歡 你很想買 是的 用真錢去買 我講的 那價值多少呢 它價值260萬 不是260萬 260元 是的 260元 sorry 260元美金 260元美金 相對於其他船來說 是貴的 是的 但是 你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 以後 你會有更多 更理想的遊戲玩法 這艘船 所以 260萬 是不是很貴呢 不一定 不過 有個可能性就是 以後 你有這個 就是 叫做 數據運輸 這個任務可以玩到的時候 有可能會加價的 是的 因為你知道 做生意的 人家也 所以 是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說 260元美金 是不是值得去使用呢 因人而異 是的 我也是建議你 因為 始終這艘船 都是一艘船 對於我來說 是的 不過 我也會建議你 在遊戲裡面 先玩了 是的 先買了 在遊戲裡面 OK 用遊戲貨幣去先買了 先玩了 或者 其實 有很多 免費試飛的活動 是的 那你 也有很大機會 有這艘船 可以試飛到的 是的 那就先玩一玩 是的 如果你真的 覺得 是 即是 叫做 你是想要這艘船 當然 你可以 買了 是的 你想買的話 當然你可以買 你可以做任何事都可以 OK 只不過 希望大家 理成消費 因為 這個遊戲 45元美金 其實已經可以體驗到 是的 因為所有東西 基本上 都可以在遊戲裡面買得到 OK 而 你每一分每一號 都只不過 是支持著 這個遊戲的開發 不是 真的叫做 買了這個遊戲 當然 你是叫做 買了遊戲 不過 你是 類似就 買了這個遊戲 之餘 你是幫人運筆 OK 所以 大家要理性消費 尤其是260元美金 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OK 是的 一人二義 兩力而為 尤其是 以後 可能他會 加一些 不同的設計 令到可以 令到 玩家可以 出入的 隔壁 比較容易 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 將來的事 或者可能 未必會發生 是的 大家要注意 OK 下次再見 如果大家 有什麼 想問的 或者 有什麼 我可以 去改進一下 可以在 留言板 留言 如果大家 認為 這個遊戲 影片 也有幫助 也可以 留下 按讚 可以留下 一個讚 OK 集團來說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